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平面上三點 那第一小題 他問說 這個 BA在BC上的政策以為何 我叫BA 在這個BC上的政策以為何 那這個等於BA 那這個等於BBC上的政策以為何 成於BC上的政策 那這個等於三點 這個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BA 等於三 就這一點減這一點 這2 那負2減1是負3 那BC呢 BC這個減這個是24 這個減這個的話是多少 負4 他跟什麼平行呢 我把它除以4 5 負1平行 所以這個BC一鏡 這就等於根號 525加126 分之5 負1 好那所以呢 BA的BC 就是這一個到的這個 就是2 負3 負2 根號26分之 5負1 那這樣等於26分之1 那這樣等於26分多少呢 這一乘多少呢 這是10 加上3 13 乘以5 5負1 那這樣的話等於多少 這是2分之1 2分之1 所以這2分之5 2分之負1 好 那這樣我們看來的第2小題 第2小題他是說 A點 在直線BC上的投影點是多少 這個 這是B啦 這是C 這B 這A 那我把它投影到這邊來的話 這A' A' 那這BA'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BA'就是BA在BC方向的正設 就是這一個 這個事實上是等於BA' BA' 好那現在A'就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A' 減多少 減B 就OA' 這個這樣是 就是 如果原點在這裡 這個向量的話就是等於 OA'減OB 這是OA' 減掉OB OA'事實上就是A點Z點的錯標 因為這也是原點 好那現在我OA' 就等於 這個是 2分之5 2分之負1 加上OB OB就是負1E 負1 所以這樣等於的話 這個加這個多少 2分之3 這個加這個是 2分之1 所以答案是 2分之3跟2分之1 2分之3 2分之3 0分之3 4分之3 3分之4 4分之3 感谢观看